远景后枪实弹攻坚民宿 老板男看到这大症状 吓得躲在冰箱旁边 警方的目标不是他 而是楼上的住客 好几名男子躺在床上 身份证都被收走 其中两人不停咳嗽 疑似确诊 19人通通被逮捕 原来他们都是照片集团成员 宜兰警方持搜索票到民宿逮人 30岁的王姓祖贤 和其他8名同伙 组织分工 有人负责找人当人头账户 其他人帮忙打电话诈骗 当车手收款 整理财务等 这回在网络上张贴高薪工作资讯 吸引9人应征 嫌犯将他们囚禁在宜兰的民宿 其中一人被发现时全身是伤 王姓被害人因不服诈骗集团指示 于是遭诈骗集团成员淋虐 警方调查共有63人受骗 嫌犯透过各种诈骗方式 像是假投资 假扮检警等 得手超过7000万元 原警也在民宿搜出 用来当人头账户的存折和身份证 嫌犯为了躲避查器 一个月内换了五六间民宿 包动当作集团工作据点 而民宿老板都不知情 这回集团干部以及被囚禁的9人 因为提供账户协助诈骗 也是共犯 统统被起诉 原本以为可以找到轻松赚钱的工作 结果不但被囚禁 还得背上行则 TVN新闻简大神黄静芬 宜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